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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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看漫天雪雨 分身碎骨 或许不堪岁月的祝福 当落叶飘浮 一滴残酷 或许难了许深的证明 为了证明 曾经说话算数 我把生命当作定情义无 爱的幸福 缺越幸福 你的伤痛连折磨的倾骨 就算世界已经到了卷处 谁也不许将谁丢在半路 爱的幸福却也幸福 爱的幸福 你的眼泪 含着我的泪珠 为了证明 曾经说话算数 我把生命 共作定情礼物 爱的幸福 爱的幸福 才有种 爱的幸福 也不许将谁丢在半路 赶紧 也不许将谁丢在半路 白鹿 白鹿 你撒 宝藏 那都是传说 从古至今 也没有找到宝藏的线索 我看不尽然 这雪山之上 平地有这么多大宅子 你们不觉得蹊跷 igoran 这光图图的雪山 有什么值得人留恋的 遗住就是七年 莫非是找到了 当年闯亡留下的宝藏 我想大家 还是不要这么早做梦了 首先要想的是我们的安危 而不是珠宝 天长们 我认为现在正是 找珠宝的大好时机 过去我们几个人 还有所顾忌 可现在生死未卜 此事不找 待等何时啊 找宝藏是要有线索的 不是做梦就能找到的 据我所知 这几年 有些人一直没有停止 找线索呀 主持人 娘亲 你与我真个 这可不是兰儿的奉钗吗 兰儿有那么多手势 却独爱这只老旧的奉钗 经过几番周折 仍然回到她女儿手上 难道奉钗中藏了宝藏的线索 又来呢 能不能把你手上的奉钗给我看看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个秘密 什么秘密 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想知道的秘密 田归农 你不要在这儿妖言惑众 看看你啊 隐藏发黑 先照顾好自己吧 这来 拿来 快一点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 你敢 你就不怕我弟杀了你吗 我怕 我怕了他二十几年了 但是我想过了今晚 我就不怕他了 快拿来 不然的话 别怪田叔叔无礼啊 你 你 我怕你 我只怕你 别怪我 考虑 凯云 我怕你 我怕你 你看天便 说你 你 闯你 我怕你 你 我怕你 你 你 orbitals吧 各位大驾光临玉米风 真是彭毕生辉 这位想必就是雪山飞狐吧 你这玉米山的风光倒是不错 可是你这主人待客可不周 我们来了这么久 你连杯补酒都没有 我从未要过你们上山 你们便自己上来 这是做客之道 有没有把我这个主人放在眼里 你没要我们上山 那这帖子是哪个贵儿子送的 写这个帖子的人 恐怕就在我们中间 他的目的 就是想利用在座各位的性命 破雪山飞狐现身 然后坐收渔翁之力 是吗 田掌门 田掌门 此话当真 别听他的 他胡说 我胡说 难道雪山飞狐不是截了田掌门 保护的一百五十万的军饷吗 令田掌门颜面扫地 只好出此下策 我说得没错吧 田掌门 这雪山飞狐截军饷一事 我也有所耳闻 可是这帖子是怎么回事啊 既然田掌门不肯说出真话 不如就问一下 我身边这位大内侍卫刘大人 刘大人 刘大人 是不是这位雪山飞狐 结了你们的军饷了 大和尚 大和尚 你真惨啊 给人家骗了 真是可怜 还做着发宝藏的美梦呢 其实田掌门已经设下了埋伏 到时候 会有人接应他 而你们几个呢 就当垫背的喽 田掌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要是和他们之间 没有什么恩怨的话 你要恒苦把我们也拉下水呢 不错 帖子是我发的 可在座的各位 也是自己要来的 你们来的没错 你们眼前这个雪山飞狐 就是朝廷侵犯 皇上有旨 如果谁可以协助 抓这个侵犯回去 必定重重有赏 所以你们大可放心 福大帅的兵马 已在山脚下准备好 相信一定成功 我看你雪山飞狐 这次一定是 插翅难飞 雪山飞狐就在这里 等着你们来抓 这雪山之下 是有官兵埋伏 不过已经是半个时辰 之前的事了 天长们 既然如此 我桃百岁就无礼了 如果你实话实说 要请我们上山援助 我桃百岁定然乐意 可是你呢 你把我们骗上山来 休怪我桃百岁 袖手旁观了 天长们 你不是要抓住雪山飞狐吗 是啊 人家雪山飞狐现在现身了 你的大队人马呢 你们不是要宝藏吗 要宝藏的话就给我杀了 那擎铁是你发的 哪来什么宝藏啊 臭和尚 你到现在才明白啊 朱都比你聪明一点了 你 告辞了 我也告走了 站住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你当我这玉璧山庄 是什么地方 什么意思 就是要走 也得给个交代吧 交代 大和尚不懂什么叫交代 告辞了 着 没我同意 你谁都不能下山 你 你个好阴险的你 各位虽不是我请上来的 却来得正好 就算你们不被人 骗上玉比风 不久之后 我也会请你们上来 所以请你们烧完舞躁 待我弄清楚 一些事情之后 自然放你们离去 如果有不听话 想自行下山的 也不妨试试 你把上下山的竹篮全毁了 你把上下山的竹篮全毁了 你就能不用 我上下山不用这些 天掌门 你说福大帅给你准备了千军万马 我倒想问问 你的大帅要如何救你 这么大的山 你就不怕我们另外找条出路吗 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师我来哪 平大哥 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师我来哪 逗我 平大哥 你明明就是平大哥 为什么不理我 我是若兰呢 我长大了 若兰 她有正经事要办 给 这什么鬼地方 甭说是绳子 连根线都没有 一定是那个老东西 趁着咱们在前面 说话的时候 把东西全扔了 我就不相信 他们一个人能下去 就算雪山废狐 清宫盖世 他一个人能下去 那个老家伙也能吗 说不定老家伙 早就下山了 大家不要慌张 刚才雪山废狐 说弄清楚一些事情 我们放下山 即使如此 我们就去问问他 究竟想弄清楚什么事情 天长们 现在咱们的脖子 在人家手里掐着 有可能让人家来求咱们吗 天长们 那个福大帅人马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快了 先来的 早被废狐给杀了 做梦吧 我想谁杀谁 都不是那么容易吧 福大帅带的应该是 千军万马 那么好吧 既然是这样 我们还不如做的 只要省点力气对吧 福大帅的人马 来了又能怎么样 他能上得了这雪山吗 如果说是夏天还可以 等着雪柔了 可现在是隆冬腊月 福大帅在山底下 当然不急了 我们呢 早晚得饿死 到了这个时候 大家应该齐心协力 不应该你一句 我一句的针锋相对啊 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冷静点 没粮食没柴火 雪山飞狐是要把我们 困在这里 与其这样 我们还不如出去跟他拼了 走 嗯 你们上山快一个时辰了 我这玉璧山庄有一个规矩 凡不请自来者 携带兵刃者 都要用来寄雪山 一个是朕杀一个 你们哪个先来 雪山废狐 你这口气也太狂了点 就算你武功高强 我们四个一起上 你未必输得了你 是不是 你们就算杀了我 也逃不下这山去 待到积雪融化 要三个月的光景 无柴无弥 你们何以为胜 难道靠吃同伴过日子吗 如果你们能领我满意的话 我可以放你们下山 不然的话 一个是朕杀一个 不信可以试试 天归脓 你这个缩头乌龟 你骗老子上山 现在你又不玩命 要记什么雪山的话 应该先拿你开刀 想不到老和尚的火气还这么大 还说要大开杀戒 你现在给我闭嘴吧 你要再说冯良话 大和尚 我先宰了你 杀了你 他自然高兴 他就会放我们下山 住手 我们同在一条船上 先自相残杀起来 还有什么活着下山的希望吗 雪山废虎 你口口声声说要令你满意 你究竟想要我们怎么办 难道你想要杀了天掌门 才算让你满意吗 不急 我要先跟大家弄清楚一件事 好啊雪山废虎 有话快说 问完了马上放我们下山 以后别说是不请自来 就是你赞下铁都我们也不来了 我久居这雪山之上 北到夜半月远之时 总会隐隐听见雪山之巅 传来一阵笑声 那笑声豪放不羁 连绵不绝 这雪山上面还有其他人住吗 起初我也这么想 但我后来仔细一听 那笑声不是从一个方向传来的 而是飘荡在整个山谷之中 后来 那笑声中 还能听见一个女子的声音 那女子的声音很缥缈 只听见她轻轻地说 大哥 我们的孩子醒了 孩子 他们 难道 那男生说道 夫人 我的身子快裂了 我抱不了孩子 你抱着他给我看看吧 我知道 这是雪山上的冤魂 后来每到月圆之时 我都会祭奠他们 从此以后我上山下山 便不用声索了 毫发无损 今日 又是月圆了 装神弄鬼 你还有完没完 接下来就说你了 严大夫 后来 后来 我祭奠他们夫妇二人数年后 有一日 那男的对我说 我姓胡 二十八年前 在这雪山之上 我夫人刚给我生下孩子 我们夫妇跟孩子相处不到三日 却让人以奸计害死了 我想问问那人 我跟他无冤无仇 我跟他无冤无仇 他为何如此狠心 你 你别胡说啊 我 我没有害死胡大侠 胡大侠还说 在同党的里面 除了天归农 桃百岁之外 还有一个主人翁 苗仁峰 爹爹 我已经答应了胡大侠 和胡夫人的婚托了 要把二十八年前他们的死 查个水落石出 今天各位既然到得这么齐全 那就请各位 二十八年前 雪山之巅那场厮杀 讲个清楚 好 既然如此 我就把以前的故事 讲给你听 其实想起当年的情景 我一直是唏嘘不已 虽然是上一代的恩怨 但是胡一刀始终是一个英雄好汉 在我的内心非常地佩服他 胡大侠英年早逝 我也是暗自叹息了许久 当年明明是他带着人对付胡大侠 现在是在猫哭老鼠 先听他怎么说 当时他们的决战是三天的时间 他们苦斗了三日 最后一天 他们相约决定在断桥之上 决意死战 两大高手决意死战 两大高手决意死战 交手几百个回刀 都分不出胜负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当他们两个同时想回到雪山顶峰之时 突然之间 两个人同时用一只手插入雪山 用另外一只手再向对方出招 接着先是瞄人凤用剑 上了胡一刀的手臂 但是怎么都想不到 原来就在这个时候 胡一刀已经用自己的刀 指射了瞄人凤的狐狼 就在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认为他们是平分秋色的时候 偏偏发生了一件 不该发生的事 一切突然间静止了 胡一刀手臂上的伤口 在那个时候 突然间留下黑色的血 胡一刀的脸色 都变成了黑紫色 整个人都不能动了 就在这个时候 妙人凤来到了胡一刀的身边 然后轻轻地不动了 碰了他一下 就是这一下儿 胡一刀掉下了山崖 从此 他就埋葬在冰寒的山谷之下 为什么突然会这样 是啊 怎么一代英雄 就因为这么一道小的伤痕 而临自己断送的性命呢 很简单 因为妙人凤的剑上 是涂了独守药王的 黑煞寒冰冻 没有人会想到 妙人凤会这样做 他竟然使出下三滥的招数来 想必是报仇心切 对 所以从此 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个美誉 就没有说服力了 没有了 原来如此 好 多谢天长们 原来雪山飞狐 是想让老衲 讲讲当年的事 对 还请大师赐教 那老衲 那老衲 就 置物不言 有啥说啥了 想当年 老衲 只不过就是个乡下大夫 胡大侠和苗大侠 在雪山吊桥上的决斗 老衲没有看到 只不过后来听说 苗大侠把胡大侠打下了山崖 赢了决斗 仅此而已 那大师可否知道 苗仁凤在兵器上下毒这件事 毒 什么毒 没听说 没有的事 胡大侠一带大英雄 怎么可能有人用这种阴毒的手段 来陷害他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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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就是这个阴机 三番二次对你我施加毒手 抢夺胡家的刀铺 现在却称胡大侠为大英雄 凡儿 你先把这个阴机杀了 再杀了苗仁凤 胡家的仇就爆了 四叔 四叔 我知道你报仇心切 可我爹怎么死的这件事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我们的山庄机关重重 他插尺难飞 杀他不及在这一刻 你爹的死已经明明白白了 这罪魁祸首就是苗仁凤 我爹跟苗仁凤决斗这件事情 天下人都知道 而颜姬却说他不知道 苗仁凤在兵器上下毒 那黑煞汉兵 又是近人皆知 是 难道他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 那 那他 那他是为了取胜 所以才不择手段的 我看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胡一道是死在苗仁凤之手 此事天下人皆知 谢谢废虎 你神童广大 难道你不知情吗 可我听说 那胡一刀 是死在厉害的毒药之上 毒药 对对对 废虎说得对 正是因为苗仁凤 在剑上擦上毒药 所以才葬送了胡一刀的性命 当时 两个人从桥上站到了牙边 苗仁凤猛出一招 刺上了胡一刀的手臂 苗仁凤见胡一刀 中毒全身僵硬 把胡一刀推下山崖 然后养天大小 我替家人报仇了 就是这样 谁也不知道 苗仁凤能在刀上擦手毒药 不过 黑煞寒冰这样的奇毒 尤其是我们这等人 能弄到手的 好 多谢陶寨主的 又是苗仁凤 你听听 你听听 连他也说当年下毒手的就是苗仁凤 菲儿啊 我怎么看你有些犹豫呢 就在这个时候 苗仁凤来到了胡一刀的身边 然后轻轻地碰了他一下 苗仁凤借胡一刀 中毒全身僵硬 把胡一刀推下山崖 菲儿 四叔 既然陶百岁和田贵农 都目击了当年的一幕 为何他们讲的会有如此偏差呢 田贵农并没有说我爹 是被苗仁凤推下悬崖的 这 时隔多年 他他他他记不起来了 也是有可能的 虽然他们两个说的 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 但是你爹是被苗仁凤 吓多少害死的 这件事是肯定的 这件事是肯定的 是肯定的 这件事是肯定的 有些人是肯定的 人生肯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奶奶的 这门是铁柱的 看来早做好了准备了 天长们 这雪山飞狐到底要干什么 我看雪山飞狐绝非善来 莫非是想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杀死 你聪明一点吧 他要杀我们就不会等到现在 他是另有目的 原来胡大哥不姓平 姓胡 雪山飞狐 倒过来就是狐匪 我早就猜到了 如来妹妹 这七年里呢 你是不是很惦念胡大哥 我一直很想他 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想知道他又发生了什么事 想知道他又打了多少坏人 想知道 他是不是还记得我 放心吧 他一定记得你 我想他以后和你一样 也很惦念你的 请两位姑娘去偏京一句 以后 此处 senin 跟婚姜 你到大厅去看着他们 你到大厅去看着他们 你став Leon 封藏 我 Former İこれ 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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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雪山废狐 如果你的平大哥 知道你如此挂念他 他一定会很开心 你不愿意承认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 是我爹爹杀死你爹的 无论你觉得 有多少重要的事情要做 有多少顾忌要考虑 那些真心对你好的人 是不可以伤害的 我是无非 虎大哥 有机关 一定有机关 他们为什么要害咱们呢 听雪山废狐说话的口气 和当年的胡一刀相极了 生气令人的 莫不是胡一刀的鬼魂 来找咱们了 阿弥陀佛 你是和尚也怕鬼 佛祖不是会保佑你吗 如果这山庄里没有鬼魂的话 那也是雪山废狐发现了宝藏 一个人都想去了 这房子像铁柱一样 难道雪山废狐 是想活活地把咱们饿死在这儿 这不是你捉的韭菜吗 他这猪如果饿了的话 可以先吃啊 大师 你怎么不吃啊 我已是佛门中人 肉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了 阿弥陀佛 眼睛大夫 不不不不 宝树大师 我看你红光满面的 一点没有出家人的清淡之色 我还以为你不必婚哪 这桌菜 你们谁愿意吃谁吃 反正我是不懂啊 宝树大师 你还真以为我不知道 你打的是什么主意吗 什么主意 你说什么主意 你 我 几位不用酒吗 那喝点茶吧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家主人命老奴 来伺候几位英雄用膳 你少废话 冷静点 反正我们的生命 都掌握在她的手里 我们还是少安勿躁吧 原来是你 没想到大师这么多年还记得我 真是三生有幸啊 老子顾顾顾都在你们雪山地盘上了 今儿我先杀着你再说 喂 等等 你是哪一头的 我是为大局招下 大局 我们都死定了 田公子 你聪明一世 你想害我们大家死在一块吗 他 就是把狐飞养大的人 狐飞就是雪山飞狐 你的死对头 你既然知道他是养大狐飞的人 你要敢动他一个手指头 狐飞第一个就会杀你 你自己想清楚 老奴这条贱命 各位随时都可以拿去 只不过我家主人命老奴来伺候几位 那是头等的大事 四辈大爷 请用饭吧 饭菜都凉了 多谢 若兰妹妹 不要这样了 胡大哥不是已经认你了吗 若兰 刚刚是大哥不对 你别难过 我们兄妹重逢 应该高兴才是 虎大哥 刚才那些人呢 我请他们在大厅里喝酒 喝酒 你不怕他们跑掉吗 想逃出山庄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再说我叫四叔看着他们 可四叔不会武功 你不怕他有危险吗 紫衣你放心 有田规农那么聪明的人在 他们不会动四叔 几位请用啊 你们来到山庄以后 还没有用过韭菜呢 这要是传了出去 江湖上的人非说 咱们主人怠慢了客人不可 各位请放心 这些韭菜都是干干净净的 你们吃了绝对不会像 胡一刀胡大爷当年那样中毒 身体碎成千万片 是 客气 佩服 我很佩服 老爷爷你不会武功 手也残疾 但你可以养大狐匪 可以让他武功高强 不容易 就连这么个下人 你都能够放场 看来田公子的后颜公 真是深不可测呀 胡大侠对老奴恩仲如山 这是分内的事 不值得一提 你不用那么谦虚 今天胡家侄儿 大有作为 一切都是你的功劳 功不可没 当年你恨胡一刀胡大爷 恨得牙痒痒 罢不得飞儿早点死 如今又是侍职又是兄弟 看来田公子的记性不大好啊 我也很惭愧 当年那是我错 只怪自己年少气盛 是非不分 如果当年我不是 因为苗仁凤的唆使 我就不会害胡一刀 直到今天为止 我都非常惭愧 田兄啊 你不要再说了 我逃百岁 知道你这么多年来 身上所受的折磨 其实想起当初 确实是咱们的错 当初啊 就不该听信 苗仁凤的一面之词 经过你的眼睛 那只红色的狐狸 沉过你的心 那只银色狐狸 无缘无尽 做梦不定 他来无踪 去无影 那是谁留下的脚印 你生的永恒 你生的永恒 欠的天真 那是谁闪过的花生 红的热烈 啊 白的单纯 那只银色狐狐狸 难道传说你 兜信 黄话你都听 爱人是旧心 还是要你的名 难道传说你 兜信 黄话你都听 独咬你 兜影 只要心 愿意 只要心 愿意 听过你的眼睛 那只红色的狐狸 穿过你的心 那只银色狐狸 不远不尽 做梦不定 他来无踪 只要心 愿意 难道传说你 兜信 黄话你都听 爱人是旧心 还是要你的名 难道传说你 兜信 黄话你都听 不要你 兜影 只要心 愿意 只要心 愿意 愿意 难道传说你 兜信 黄话你都听 爱人是旧心 还是要你的名 难道传说你 兜信 黄话你都听 不要你 兜影 只有心 愿意 只有心 愿意 愿意 你 不愿意 你 不愿意 你 不愿意